接下來我們上一會兒我們叫保險絲 他跟剛才講的所謂的最大負載電流 最大安全負載電流有關係 就是我們在電路上裝保險絲 避免你過大的電流 然後會傷害電吸有太大的電流熱效應 東西會燒壞或什麼什麼之類的 所以我們叫保險絲 然後保險絲以前用保險絲的時候 所謂五格易容金成分呢 你就不要被他看過就好了 他易容金的意思就是他的溶點比較低 所以他會容易融化掉 然後就斷掉了 然後拿到保護 斷在那邊的斷路就沒有電流吧 達到了所謂的保護電器的 保護裝置的目的 那麼銅導線的保險絲的溶點比較低 然後呢他的電阻也比較大 水穿過去 然後電流過去過大電流就發熱還燒斷 燒斷他就會斷路 然後就可以保護電器 其實保險絲的基本的原理是這樣 那他的符號 他的符號長成這樣 然後呢 我是要跟我的被保護的電流串聯 因為串聯我們才會電流一樣 我們才會我們兩個電流都一樣 你太大我就太大 然後我們就會燒斷這樣子 所以我正常就是我要跟他串聯 雖然就是我要跟他串聯 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OK 然後保險絲他會有一個規格 通常都是標示他要幾安培 如果標示5安培就是說 我最大容許的電流就是5安培 如果你over的話 超過了他就會容易就會燒斷掉 然後他就燒斷掉 然後呢我們考試就會出一個東西 然後問你說我要用的保險絲的規格要多少 這有兩種答案 一種 你算出來 我總共電流有10安培 那你的保險絲就要比10安培多一點點 也不能太多 多太多 你不能比10安培小 你一小一下又會怎樣?燒斷掉 我算出來我這樣就是10安培 我保險絲要比10安培多 比如說我11安培或者是12安培多一點點 但是我如果告訴你 我的題目要說是我最多不能夠超過5安培 那我的保險絲多少 就5安培 超過就會讓他燒斷 你可以選4也可以 反正4就燒斷 所以我告訴你我最多最多只能容許5安培 那保險絲就要採取又是5安培的 所以答案的寫法會有點不同 要看一下怎麼寫 怎麼要求的 OK 基本上換保險絲是要同規格換 這保險絲原來是5安培 你就換5安培 原來是1安培 你就要換1安培 不要人家原來是放1安培 你要不改天5安培 那就是沒有用 因為他就是到了兩安培他也是好的 不會燒斷 可是他只能容許1安培 所以不可以隨便換更粗的 那甚至以前古老年代 當然我會講 現在已經 你們在現在生活中是沒有保險絲的 當然我會講 以前生活中有保險 還有電影會演說壞掉就換保險絲 換好很容易換了 就是打個S型 刀上去鎖上就好了 不是 但是有一些豬腦袋搞不符合狀況 不會鎖就算 還有人寫他麻煩 每次都要那個壞 但是拿個銅線也適宜到 你身體保證不會燒斷 但是這樣表示他就完全喪失了你保險絲的目的了 所以不可以用基礎線來取代 不過你現在生活中應該看不到他了 就是電腦生活裡面 你的汽車什麼裡面還是有保險絲啊 可是日常生活裡面看不到會出現 所以要告訴你 而且你既然跳掉 就表示是有問題 要查一下 你們是不是哪邊有漏電啊 或者是怎樣啊 所以他才會有東西 尤其你常常會常常弄斷 他表示是有問題的 而且要打用這種 你們家裡面 假如說過那個病案 你看看 打來問這種 對不對 用這種 蜂蜂絲開關 他偶爾就會跳掉 他如果拆開關 他會跳掉 你就等一等 或一段時間把他壓回來就好 所以請你幫他就可以了 不用換 你沒得換 你沒得換 不用換 就如融絲開關 還其他保險絲 這樣就不會有些傻瓜蛋 不會換保險絲 或者是亂換 換錯 或者換錯 或者是你該用的東西去弄他 然後電流過大還會跳掉 那會變什麼路 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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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常一排按下去就可以了 這樣做法就是比較方便 所以你只要撥就可以了 連那個什麼拆螺絲 轉螺絲都不用 你只要用手撥一撥就好了 方便 簡單 而且不會弄錯 不會弄錯 不會弄錯 現在都改用這種 蜂蜂絲開關 你看你能夠這樣 所以我說你現在日常生活裡面 你看不到好險絲 然後蜂蜂絲開關 然後這種保險絲開關有兩種 一種是這種副棒 就是兩個膨脹系數不一樣的金屬棒 然後受熱之後它會往那個 這個藍色跟紅色 藍色的是膨脹比較小 紅色是膨脹比較多 對 受熱膨脹外面大圈都比較長嘛 對 方便會彎過去 這個我怕你一定要等到它冷才能撥回來 你要破壞了 另外一種是用所謂電磁開關的 這就是我們下一學 你現在說這也就是後面要交的 電磁開關 電流磁膠硬 讓它掉掉了 它可以比較早一點撥回來 等下能撥回來 這樣子開完就這種 就知道它可以了 知道它就是有這種狀況 那蜂蜂以前有人 恒古的時候很多人討 後來就不太會討 但是我之後還是看到有人偶爾會問這件事情 OK 蜂蜂 好 用力要安全 不告訴你換保險絲 要用保險絲不可以拿銅線、鐵線去換 不行 以前會很注重傻事 這個又是地上潮濕啊 不要充電器啊 也離別觸電啊 啦啦啦啦啦啦 你說不要同一個插頭上放太多的插頭 這樣的話大家就是會永遠超過安全 覆展 你們超過安全覆展 會告訴你 你的正確拿法是要拿著那個 頭 頭的地方 我不是要拉的 要拉 你這樣拉可能使裡面的線會 斷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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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是不對的 不過有人靠方便或想耍帥 就啵就把拆了 就瘋掉 告訴你說一些電器啊 你這樣遠離水源火源 不過你應該正常在浴室裡面都會有一個插座 要給你插吹風機用的 插吹風機用的 但是所以這叫浴室 那就是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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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辦法 你因為你這樣 但是正常說這樣 你要離開熱源火源啊 你那有些什麼之類的 好 所以有些人 有的比較高檔 你的玻璃可能還會插上去 可以讓他發熱然後可以去路的 然後可以去 可以讓他去路的 好 請寫 課堂練習